黃寶強關鍵戰友宋哲老婆出手 騙開訪證據凍結老公財產 大陸男星黃寶強爆老婆馬容比陸母他帶 令而像是他老婆情人的經理人宋哲 被大陸網民封為中國第一姦夫 個個都哭打哭殺 還有無辜人士在澳洲一間超市被誤認是宋哲 搞到被人偷影 近日事件中其中一個重要角色還遇到出手 他就是宋哲老婆楊慧 有傳是他主動找黃寶強 說自己老公和他老婆有嫌 更有媒體爆出楊慧騙有老公 一百條開訪證據 早在上個月一號 楊慧已經先發制人 向法院申請凍結宋哲的財產 同時向法院調取宋哲13次開訪紀錄作為證據 其實黃寶強發聲明離婚當日 楊慧已經在朋友圈講了 不時不報時候未到的字眼 見他無聲無色地沉著應戰 紛紛還是黃寶強最關鍵的戰友 好啊